绑架的第一反正都不是逃走 而是问他说 你就给我准备一辆面包车吗 然后再指着旁边的杨本人说 我的咖位 他凭什么和我一起被绑架 我说你们都给我跪下 我说那我可要跪在最中间 他说 在这张遗照上 我要咽压所有人质 之前在通口秀大会 杨丽自成被范围绑架这段全程高能 成为艺人后 当开始在意自己海报上位置的那一刻 就相当于浪子喝到了第一杯酒 被绑架也要咽压所有人质 幽默中又透露着真实 杨丽太有梗了 口才绝了 杨丽自嘲成为艺人后 不仅要在镜头前立人舍 还学会了真咖位私发案 跪着也要占C位 讽刺了WARQ真方位 太牛了姐姐 又敢说又会说 珍惜希望杨姐永远Keep Rea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